同样的立委吴炳瑞服务处呢 在这个新庄的富裕福德公 也举办了明师辉豪正春联的活动 那么当天呢 除了有非常多民众到场来索取明师 亲自写的春联之外呢 有很多位这个地方上的里长民也到场了 我们来带来看看这个热闹的情况 立法委员吴炳瑞服务处日前在新庄富裕福德公 邀请民家现场辉豪正春联活动 希望让社区的民众能够早日感受到年轻的气氛之外 不少里长当天也都到现场参加了这场活动 并且手中也都拿了一张春联 想要在新的一年为大家来祈福 在这里特别送给大家 在未来的一年大家都能够知足常乐 过了一个好年 丙睿吴立委每年都会来到我们这个玉民土地公庙 来办这个春联的赠送 特别请到我们新庄出华会的这些大师 来给赠送这个春联 让李民联络这个感情 让李民沾沾这个喜气 我们非常地感激他 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 我们能够专到这个新的气息 我们希望我们2014会比2013更加美好 更加富质 我能够专到交代进步 让大家李民可以过年 交代进步 这样 担多钱 快乐过年 因为我选这个字 希望今年所有的乡亲的李民 希望能如这个字一样 很好的一个运气和福气 能平平安安 祝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 书法老师也解释春联所代表的含义 我们联终以中国的传统都会应景写春联 然后春联是红色的纸写出来 代表喜气洋洋的意思 然后我们春联上所有的字 都有对账 有评测 然后都是鼓励人向上修身养性 那我们在联终 让民众来收取 然后鼓励大家来守堵这些对联 然后也慎变 激励个人的人心向上 中国人就爱红色 意味着喜气洋洋吉祥如意 希望地方士生 李长联合郑春联活动 来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都能够快乐心想事成 用家乐新闻新装采访报导